而在台北市有一名年轻的女子 她很自豪自己的美腿 没有想到一起车祸 在她的腿上留下疤痕 她气不过连打了八通电话给赵氏的驾驶 但是对方是不堪其扰向警方备案了 袁警是好心通知对方说有意要控告性骚扰 却被女子当成恐吓 那么警方也坦诚当时沟通上有疏失 会加强袁警教育 一张张伤势的照片是 证明蔡小姐车祸之后所留下来的 19号上午 她骑车行进台北市农安街的时候 和一辆白色休旅车擦撞 袁警到场处理之后双方离开现场 不过蔡小姐不甘心自己的美腿受伤 请朋友打电话向休旅车驾驶要求赔偿和解 却没有得到结果 她打了一通电话 她接下来就是才自我介绍 她就说不管不管 她不想要回应她就挂掉了 之后蔡小姐又连打其通电话 让驾驶不堪其扰 向派出所备案说要控告对方骚扰 派出所援警打电话去告知 反而让蔡小姐觉得遭到恐吓 还说我要跟对方联络说是我骚扰人家 还要说对方已经备案要告我 那我会觉得很奇怪 先生跟我们同时反映说 她有被骚扰的状况 她是请同事帮忙她 是不是可以打一通电话 告知对方不要再有这样的行为 所以她算是基于好心的心态出发 然后避免说再有纷争 原警澄清本来只是出于好意 没想到却遭到误会 强调未来会再教育 避免类似的状况再度发生